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大家都对他非常的熟悉 那他曾经是我们北德州文有社四任的会长 非常辛苦 做了八年 那他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毕业的 那来美国曾经在台湾担任过国中以及高中的教师16年 所以他也是一位名嘴 口才非常的好 那他来美国以后就开了一家礼品店 然后从事商务的生意 然后最近才退休 这几年退休以后 然后他常常到世界各国去旅行 算是一位旅行的达人 那也非常热心于写作 常常在世界日报还有台湾的中华日报 都发表文章 也出过好几本书 也得过好几次的海外华文住宿奖 那也曾经 那目前是我们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总会的副会长 那他也曾经担任过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所以在文坛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前辈 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能够请我们的前任会长来跟我们大家讲 秘鲁跟埃及 因为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大家比较少去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都能够从 玉玲的身上学到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将时间交给陈玉玲 各位好 我是陈玉玲 谢谢各位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 还来捧场 我非常的感谢 希望我是尽心尽力来准备这一次的分享 我希望能够做到让各位满意 那我先说明一下 我这一次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秘鲁跟埃及 那听起来这两个地方很有意思 为什么很有意思 因为等一下大家从照片里面可以看到 秘鲁它是青山绿水的 而埃及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有金字塔 我们知道的是荒漠都是沙漠地带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 因为我对他们的印象实在是非常深刻 那我在开始正式演讲之前 我先要说明一下 我准备的 与各位分享的方式呢 我有关那个各地的文明 就是古文明文化的部分 我可能不会用这种很严肃的 这种教条式方法来介绍 那因为我准备的照片比较多 所以我是讲到照片的时候 就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那所以在文化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如果有需要您没有听清楚 或者不甚了解 我们现在可以上网去请那个 请教谷老师 那谷歌很多资料都可以查到的 那我先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我第一部分要讲的是秘鲁 那梁芝士说给我90分钟 那我想把两段理由都讲完了 各位有什么问题 是我们再一起来回答 那如果您听到了问题 就麻烦您坐下来 然后您再来提问 我一定尽力给您回答 首先我说明的 需要我介绍 那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秘鲁很有意思 为什么很有意思 我去第一次 2011年去秘鲁的时候呢 是由我一个晚辈的亲戚 他是在台大读那个农业研究所 然后应该是至少拿到硕士或者博士 那那个时候台湾是李登辉当总统 他有一个跟中南美洲的一个农业经济的一个合作 就是把我们的农金人才啊 送到那里去做指导 那我这个晚辈 亲戚的晚辈呢 他就到了Costa Riga 所以在2011年我要去玩的时候呢 他已经在那边待了20多年了 已经西班牙话讲得非常流利 然后各地风情都非常非常的熟 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 你如果要去的话 我们也要决定一个时间 那因为他还要带我去巴西去伊瓜树 他说你去伊瓜树就要大水啊 看那个瀑布 那你去看瀑布 你必须要再雨季 可是呢 你要去秘鲁呢 他有一段要蹭火车 从库斯卡搭汽车到一个车站 到了车站以后呢 你要蹭火车 到那个库斯卡 到那个马举比秀 山脚下的一个热泉镇 你要这个地方的火车的那个沿线呢 他是青山绿谷 但是他又奔流 又洗水 那万一你的水太大 他会把那个 那个火车枕木给 给给冲掉啊 所以我们就想到三月四月 但是又不能赶到复活节 那个地方很忙 所以最后呢 我们还选了一个黄道节日 我们三月去的 好 那在我去秘鲁之前 我请梁子跟我share一下screen 好不好 好谢谢 我现在就借着这个screen 我做的这个popway跟大家介绍啊 那我个人呢 在到秘鲁之前 这个是埃及了 两只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弄到秘鲁了 好 那个我们在秘鲁的第一章 这个第一章再往前 这是第六章了啊 好 这个我在到秘鲁之前 我只认识一个马举比举 那我到了秘鲁以后呢 我才知道 哎呀 有一个古印 印加帝国时代的库斯卡 还有呢 还有那个圣古 就美极了 还有那个固若金汤的 那个萨萨瓦尔 我第一次听那个当地导游 念萨萨瓦尔的时候 说句 大家不要笑我的话 我听起来就像sexy woman 所以那样子呢 也非常好记 那我去了以后呢 可是我在那里 我看到什么 我发生了什么 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我后来还要再去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农田 还有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有特色的体贴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魔术染坊 甚至有刚跟王兰说 我去了鸟岛 和爹爹看看湖 还吃了当地非常新鲜的美食 还有新鲜的海味 那个海鲜 还有我最爱的紫玉米饮料 好 现在请给我看第二章 那我这里在第二章 我说了一句话 请各位先记住 我说因为是有经验导游 我刚说我那个亲戚晚辈 他很有经验 他没有在库斯卡停留 我从我们是从前一天 从Costa Riga飞机飞到 秘鲁的首都利马 那到利马已经黄昏了 我们在秘鲁的海滩 稍微看了一下以后呢 我们就住在 我们是住在民宿 那第二天早上 有利马飞库斯卡 那到库斯卡 我还不懂呢 我在库斯卡出了机场以后 他马上就把我们叫了一个车 就把我们带了 一路就是往那个 要去热泉镇的那个火车站走 所以我这边讲了一句话 我在库斯卡 我没有停留 使我去成无恙 这句话请各位先记着 那我到底后来怎么有样的呢 这句话我们后来再来解释 那秘鲁是一个农业国家 所以他那个农产品 你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听说光豆类不到就几百种 豆类玉米还有马铃薯 那最有意思的呢 就是我们停下来看到 这个图的右方 这个卖玉米的 很简单 好来下面一张 好那当然我是看到吃 我就马上停下来了 我们停下来 请大家看这个路边的 这个玉米摊的左手边 左手边大家看 一只手我也忘了 是我老公的手 还是我的手 那个玉米的那个颗粒 就是跟着大拇指差不多大 看到没有 它是属于糯 很糯的那种玉米 很好吃 那我在台湾长大 我们在台湾吃玉米 是抹那个盐 听说帮助消化 那这里请你看的 右上角那张图片 他们是用起司 很有意思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 他说有一次台湾 有来了150人的一个大团 把附近所有摊位的玉米 全部买完 你知道它玉米有多好吃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了 那在这个路上呢 就是我们有立马机场 到库斯卡 这个库斯卡 这个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呢 和我 我特别说明一下 我2011年是跟我们那个张棠 张大姐 Baggie知道的 我跟张大姐一起去的 那我们等于两家 我们轿车往火车站走的时候呢 哎呀你知道那个路上 就这么漂亮 就是这么 山就这么 那个天就这么蓝 云就是这么白 然后就是没有空气污染的 非常的亮 我心情就很疏伤 好再去看下一张 好那你看到我也是跟大家介绍 你看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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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我这个达拉斯呆勒 将近30年的人 是没有 我很喜欢这种青山青山的景色 好接下来 好了我们来下一张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特别跟大家介绍呢 这个这个漂亮的景色是漂亮景色 但是你看他那个观光旅游事业 蛮有意思的 我们下了汽车以后 我们要到火车站 可是到火车站 你要经过一顿碎石路 你碎石路你行李就拖吧 那你这个这个碎石路呢 是很可能就把你的行李箱给挂坏的 那我们到了行李 拖过这段碎石路 我们到了车站 好来下一张 这个车站 非常的古朴 这个左边这个车站 我们看到呢 让我想到我高中 因为我娘家住钢山 我是在高雄念高中 所以我有三年通车时间 其中有一年半我是坐火车 所以我就觉得让我想到了 我家乡的这个车站 然后我是东张西望 左顾佑派的 那我看到了那个火车站正前方 由于这个白色曼陀罗 非常茂盛 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浓土 那个土地是非常非常的 那个肥沃的 好 下一张 好 现在呢我们就上车了 好 这是我老公 是2011年的我 你看到这个有一位帅哥服务员 还有一位美女服务员 这个车厢不多 好像两三节 然后呢 他会供应我们 我特别照这张像 你不要以为是那个 那个汽水 那个叫Coco Leaf 它是骨科碱液 骨科碱液 葱的茶 还有一点点心 好 这个骨科碱液是 据说 它可以对这个预防高山症 但有没有效呢 我容后再病 我往后再跟各位说明 好 来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再来一张 好 这就是我给各位看一下的 你知道 我讲我是山岳去的 所以你看他那个水 还是很丰沛的 所以你看还是有奔流 只是还没有到的 那个 松动到枕木 那个还没有成灾了 然后我特别照这张像 那沿线的人住的房子 其实我照了很多张 他们住的环境实在是 蛮辛苦的 但是呢 很开心啦 有花啦 有那个瓜啦 这院子里都蛮辛苦的 我认为是 虽然住的环境不是什么高楼大厦 可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过的 还是很安安居的 而且这个火车只有白天开 晚上也不会开 也不会吵到人 好 来 接下来一张 请 好 我们就到了热泉镇了 这个叫做热泉镇 他 他住的旅馆 他住的旅馆还不错 然后这是他的餐厅 我们去吃饭 他那个热泉镇被称为马丘匹 就是前少站 他在马丘匹的角色在底下 好 那个就是那个Cuculi 就是他们所谓的骨壳碱的叶子 在当地是可以喝的 据说他是可以预防高山症 但是结果如何 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二天很早哦 你看我第二天很早 清晨出发 要去马丘匹丘 街道上都还没有人的了 好 那 请注意看左边这张图 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小的汽车 那我就是从车厢里面 我坐在汽车里照另外一辆车 他发车发得很密集的 那我们就沿着这个山谷 这条路往山上走 你看也是有川流的 好 接下来再下一张 好了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 斯洛之城马丘匹丘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据我查的资料呢 这个印加帝国 他是在公元一千两百年的 只有短短三百年历史 而他跟那个玛雅文化不一样 你好像很难查到他的很多资料 可是呢 他曾经一度是南美最大的一个帝国 尤其他第九任国王 那个帕萨库蒂在全世的时候 他是不断的开疆土土 大兴土木 很重要 他修桥普鲁 他把那个 那个 所在之地 他建立了这个四通八达的路往 这个四通八达路往呢 虽然给国人是带来了辩解 但是他也埋下了 日后西班牙入侵的时候 很快速 抵达安底斯山 消灭所有部落的这个种子 所以呢 当时啊 因为这个交通辩解 敌人入侵太快啊 这几乎这个这个硬家灭亡了啊 最后他们就是只有采用什么 他们就是把所有的铁路线全部 所有的公路线全部都把它毁掉 哎 这一会呢 就保存了一个古城 就是沉睡了四百年以后才被发现的这个 马丘比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图片 啊 那你看到没有 我到了 啊 可是呢 我刚才应该是六点多钟 我记得那个公司很早的 六点多钟到的时候呢 雾还没有散 而且下雨 所以你看到我见到那个马丘比丘的第一眼 他是博物笼罩的 好 再来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好 再下一张 各位看到没有 他这个古城呢 美丽古城 他是依山士而建 所以呢 我们爬到 那个 从由上往下 或是由下往上看的时候 他物都没有散尽 他真正散尽 我记得应该在十点以后 来 两只下一张 好 看到没有 现在马丘比丘出来了 我很喜欢右面这一张 啊 因为羊驼 那没有羊驼的 我们在这个绿草地上看到很多羊驼 啊 那 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个古城的后面 有一座山啊 我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座山 这座山呢 你要去爬的话 可以的 你要去爬 你要你要牵那个 生死状的 我第二次2015年去的时候 我特别到他们门口去观望了一下 那个山级 山巅的部分呢 他是沿着山级 还有开路 年轻人去的啊 年轻人去的啊 所以呢 呃 呃 这座山 好像叫什么什么 我忘记 跟酋长两个只有关 呃 我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 好 来 接下来 好 现在要给大家看下一张 哎 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景色 我觉得是相当的美啊 因为他有山南缭绕 我曾经在呃台湾住过台台北有一个新店在里面往平邻的这个路上 一个叫大七角很多人没有听过的没有听过啊 啊 那个大七角我在山里面住的时候就时常看到山来 所以我看到这几次我非常非常的呃开心啊 啊 又想到从前了 好 然后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古城的下面有一条河 我每一次到这里我都要来看这条河 我非常喜欢啊 非常喜欢啊 他的水势不小哦 可是他因为在山里面 所以他有呃 有那个非常 澎湃的外貌 可是他还是蛮宁静的 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再往下看的时候呢 我有一段说明 不过呃 良知请你先帮我们放一下照片啊 下面这张照片呢 请你看这个 左边 这个左边呢 他叫酸日石 但右边是太阳神庙 这个右边的太阳神庙呢 他有点像英文字母的P这个形状 那我为什么 你到秘鲁你一定要去弹石头 你弹石头 你会很惊讶 他们那个美学还有工匠之巧 之 那个很让人佩服 你请看这个太阳神庙的这个外形 他能够把那个砖的弧形弧度做的这么美啊 那一家人真是很不得了 那等一下你看他怎么去移动据石 更不要说了啊 那这个酸日石我们可能现在只看到他上面这一片 可是他四面 他是四面的 好 那个梁志祺你再回到上面那张 我有一点点说明 我这个说明就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下面这个左图的 他的真名是叫做 这个 S U C A K A N K A 这个名字 那但现在呢 他是被称为这个太阳钟 这个顶上的柱子他四面 他刚好是四个基点 那右图呢 是太阳神庙 他是站建在一个小的洞穴 外形是成半圆形 那左图他这个难以置信的地方 就是说呢 他的那个切割的精准呢 把这个岩石 他这个切割非常精准 那据说他是一个有附射能量的岩石 可是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第一趟去的是一位当地导游 他是说英文 他的英文实在是我能听三层都不容易听懂 他的口音非常重 所以我没有去把手放过去 那第二位导游 后来2015年我也没有去过 那如果哪一位你还要去 你看看能够不准触摸 但是你手掌靠近几厘米 你看看能不能感受到 那个那个他的辐射能量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 就我们刚才的外形半圆形象 P字形状的这个太阳神庙 那这个是当地的土著 他当地人 他们用来这个计算 观测太阳运行的一个一个站 那据说他在每年呢 南半球冬至这一天呢 他太阳射进来 透过一个梯形小窗射进来的时候呢 他会把那个 把那个太阳光集中在 那个神殿中央的 有个花钢岩石的中间 可是我也这个地方我也miss掉了 所以以后有朋友要去 可以注意这两点 好来我们放下一张图片 谢谢 下面往下 十九 十九 好好这就是我们刚才 跟大家书面说明的 然后二十张 拜托 好 我刚才说 我们盗命录 我们一定要谈他们的 那个对于石头的 这个所建造的功勋 请看 你看他能够把这个石墙在左边 他能够平成这个样子 他第一个无缝 他第二个 他是这么平 我们现在来讲呢 你可以用水泥 漆墙漆成这么平 但是砖头能做成这么平 真的很不容易啊 所以我照这张相受 我非常的感动 那第二个啊 我们看这个靠右边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我是请问了我那个 在秘鲁的这位导游 奥马我们是好朋友 这个奥马呢 我是2011年去的时候呢 是跟我这个亲戚 认识他的时候 是我们到立马 最后一天要离开 我们就留了他的资料 所以2015年 我们三位朋友再去的时候呢 我就请他帮我办的 那这一次我为了这个讲座 很多地方请教他 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 他给了我什么样的 这个很宝贵的资讯 他就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楼梯 这个阶梯给各位看 各位我在讲话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注意看到阶梯 它跟我们一般阶梯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各位 有没有哪一位发现 光滑 它不是光滑 它是无缝的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用砖头漆出来的 它是用一个岩石找出来的 看到没有 它是一块岩石找出来的 那我就就这一点 我去请问了Alma 我这位导游朋友 那Alma说啊 他说因为那个印加人啊 他们非常懂得去习物 他们印加人有习物的传统美德 而且他们在用石头的时候呢 他们是因地制宜的这个原则 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去找石材 他说可能刚好到这里 遇到一块大石头 他就用这块大石头 把它做成一个阶梯 可是我要跟各位说 你们等一下我可能会 因为我在那边看到印加人 他们不让我们开拍照的 我们有时候偷偷去照 他的后面背影啊 他们个子高 所以他的脚真的很小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上去的 我是没有办法上去的 我在这里呢 只是怎么样呢 我是用我的那个脚这样侧过来 才能站准 我没有办法直的走的 正常走我没办法走的 所以他这个阶梯是非常的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下面这个很有趣 这张图像就非常有趣了 那这张图像你们看到没有 他地上啊 这个 我到现在都 我只知道在 Kuska有个博物馆里面 可能会藏着一张一些图片 来说明印加人 他们是怎么样去用石头 绳索和枕木去拖石头 就是用拖这个巨石 但是我还是不太懂 那 他们这个没有什么工具的 他就能把这个石头打磨成 这么平滑 像水镜 在古代呢 他这个是用来干嘛呢 他是用来观测天象 尤其是晚上可以观星星 你看这个叫水镜 那是可以用这个水的反射来观色天象 我们从这里看起来 他们不但手很巧 他们用石头能做成各式各样的东西 而且他们很有智慧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当地的人跟我说 现在的这些水镜呢 都是羊驼们的水碗 因为他他可以装水嘛 所以呢 羊驼就可以来喝水啊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了 我们在马虚冰球只待到中午的 刚才我说十点多的时候呢 就开始天整个晴朗了 我们就持续观赏几次 那我们是没有吃饭 我们前一天带了点干粮上去 然后呢 我们就下山了 就到了这个热水镇 那到热水镇以后呢 我就看到了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观光点嘛 我就看到了这个 有这个在街上 车站啦 车站有这个乐队的演出 非常有意思啊 好 来下一张 好 我这边有给大家照一两张 我捕捉到的照片 因为我个人非常的感慨 我们刚看到了 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我女儿去的时候 回来跟我讲妈咪 她说这里就像一个国家的公园 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 然后呢 农业很发达 可是实际上他们也蛮辛苦的 2011年啊 你看他们就运送东西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轮板 这个椅子 这个拖车啊 我刚才不是有说 我们要去火车站的时候 要经过碎石子路吗 那我2015年再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用这个来替客人赚小费的 因为他要帮你拉行李啊 可是这个算是他们很发达的一个交通工具之一 好 来梁芝下一张 好了 我们现在回程 你看回程还是也是很美的 你看我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回程这个右面这张图 右面这张图 你看 我在车上照的啊 还不错吧啊 我在车上照的时候 也照到了那个 那个有还有桥啊什么的 非常漂亮啊 然后旁边也是水 水还是很很很大的 只是还好 没有影响东西 好 来 下面一张 啊 好 我这里为什么要给大家照这一张 我在车窗外看到那个奔流的 这个河水的时候呢 我想到了三毛 因为我去之前我有看到 三毛那个时候他的河西过世了 好像是台湾报是联合报 还是哪个报纸出之 让他到中南美去做了一趟旅游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写了一本书啊 千山万水那之类的 这一 我就看到他写 他去库斯卡 他去库斯卡的时间 可能就是跟我去的村子差不多 但他就没有我这么幸运 因为他遇到了洪水 而他在库斯卡待了十六七天 所以我说他在库斯卡 多待了将近三周 然后呢 他通行以后 他搭车的时候 还是写向缓身 他说呢 速度比较缓慢 通常这一段大概 我们大概两个多小时 可以到的火车车证 他走了五个多小时 而且呢 他沿线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枕木 有被尼沙冲掉的痕迹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 一开始我要跟你讲 跟各位报告说 我们到达秘鲁这个时间 如果你不是像我一样 要去巴西 看乙瓜斯大瀑布的话 那你一定是要选一个 比较安全的一个时间 好 来 下一张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这张图 我敢说 全世界 到 马丘比丘的人 没有 有我这个经验 但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在车厢里 遇到了一对 由中东来的旅游的兄妹 这对兄妹 我猜 因为中东 他们有的 哪一国我忘记了 我好像也没问 不好意思问 他们欧家里环境不错 他们跟我们讲 他们是花了六个月时间 要来中南美旅游 那我为什么 去跟他合影 注意啊 老太太 在跟他们合影的时候 上拿了一只花 这只花 我在右途 我特别把它放大 叫做小苍蓝 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这车子 是沿路要停的 我们在停到 有一站的时候 我们就从车窗 你可以看到 在这月台的柜台 月台那个地方 它有很多 当地人的卖花 那其中有一位老妇人 哎呀 我非常的 我从2011年到现在 我换了三台 那个手机电脑 我不知道把那张照片 放哪里的 我有把这个老太太 照下来 这个老太太 他非常的怯懦 他想要卖东西 但他不敢讲话 他也不敢招揽生意 不像别的 那个很会推销 这个时候 这个小帅哥看到了 小帅哥马上就冲下去 把他所有手上的花 都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呢 马上再冲回来 年轻人啊 冲回来以后呢 他就把所有手上的花 送给我们车厢里的女士 你看 这个 这个我说这个经验 所以那个时候 我回来以后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老妇人的眼睛 那我就写了 就是这个经历 然后呢 后来我出第二本书 我说把它放在 那个书上的 所以我说 大概全世界去 马丘比丘的人 大概没有人会遇到 像我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特别的要跟各位说明 我认为这是人间真善美 他都沾了 这个是太太太太 太可爱的一位年轻人 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跟各位分享 好 然后梁芝来 我们再麻烦你给我下一张 好嘞 哦对 我让大家看懂 看清楚 你看这年轻人 多可爱 这对兄妹 我特别照相 来给大家放个车鞋 来在下面 在下面是不是 哦好了 现在开始有状况了 我不是前面一开始 第一张第二张 我就跟各位说吗 我说一个有经验的导游 带着我 所以库斯卡没有停留 我去成无恙 我现在有恙了 我哪里有恙了呢 我们从火车站下来 也是叫了专车 前往库斯卡 到达目的机前 哎呀不得了 我那个头痛剧烈啊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们马丘比丘 他是三 可是他的海拔 只有2430公尺啊 那我们现在是要往 3400尺的那个公尺的 我得了高山症 各位你知道 为什么我得高山症啊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第一个 我没有吃高山症药 但那个时代 我还成勇 我每天成勇 所以对一个运动的人来讲 我肺活量是比较稍微大一点 我需要的痒 这也是我很严重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 郑重的介绍 CocoLive对我无效 我不知道对别人有没有笑 我是很惨很惨的 所以呢 我们在库斯卡 我的那个朋友 跟我们订了这么美丽的一个餐厅 你看 这个餐厅 然后美食 而且还有演奏 还有那个 打扮的那个当地的那种 像跳银神庙会的那种 舞者来跟我们跳舞 我完全没有心情 好 就是因为 又吃也吃不下 玩也玩不动 好来 接下来再一张 好了 第二天 我勉强的张糖给了我可以药 可是你知道这个高山症的药 你必须是什么时候吃 你必须要在那个 那个事情发生之前吃 那对我来讲完全没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吃了以后 我还是还算好的啦 我睡了一觉 那第二天的早上 我人还是不舒服 这个时候呢 导游知道了 导游就给我吃了一颗骨壳 那个带我们去圣谷路上了 他就看到了有那个薄荷叶 他就停车 把那薄荷叶呢 戳在手上 叫闻一闻 A有效 B那个coccalive有效 可是大概我闻这么一下 一把 我闻大概30分钟左右 可是症状就会越来越轻 所以呢 我有看到了青山绿水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 好 来下一张 好 这个地方现在 它是安底十山高地里的一个地区 附近跟那个Coccalive 还有Machubichos的当时呢 圣谷是跟着几个地方合起来 是成为阴家帝国 他一块匪 有一片肥沃的这个农田 还有那个殖民村庄 然后再下一张 这张就非常的漂亮了 各位你看到没有 哎呀 我这整片的叫做 导游跟我说是豆子花 后来我说 他其实他讲的是豆花了 是豆子花 那后来我知道就雨扇豆花 就是我们讲的鲁冰花 非常漂亮 好 来接下来 好 所以你知道我这看了很多漂亮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们去吃了一顿饭去逛市集 可是因为不是礼拜天 所以我们那个市集没有逛到最远老市集 然后我们也去了鸟兽公园 然后我们就想要去这个Sex Woman 可是那个时候天上已经乌云密布了 我们就在外面 这个是我的那个导游 跟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就没有进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我是不太懂 不太知道 我也不跟大家多说了 接下来张图片 我们就看看图片好了 你看据说他是 这个是一个保卫城 他当时是为了要保卫这个都城的 那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三阴 这个老阴的意思 他是有三道那个石墙巨石 七城的 但是这个巨石怎么来的 我们就是刚才讲过是很难说 好来接下来 再来一页 好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远远的照 照他的这个 这个城池的那个留下来的巨石 据说大地震的时候呢 他很多建筑都倒塌了 可是这些石坏都没有倒 好来接下来 好 好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石墙也是七的 是非常的坚固 我说无语密布吧 这个无语密布就是因为 你看到还有彩虹 这个彩虹后来 一直我们到那个 库斯卡的广场城 我们都看到 好来在下面 好 好接下来 好 这张照片是我的那个导游朋友 阿玛送给我 像是广角镜 这个是库斯卡的那个 最重要那个 就是他的兵器广场 兵器广场就是有一个教堂 他其实都是西班牙人建教堂 因为他们西班牙人来的时候 他就是要宗教来控制你 好 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 珍贵的世界遗产 好来下一张 好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看到这个 库斯卡一定要来的这个广场 这个广场 我现在刚才是开一个广角的全图 下面这两张呢 也是我们这个奥马 这个导游送给我的 那在左边呢 这个绿地人行道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兵器广场 他是祖广场 那这个里面我记得是可以参观的 那旁边呢就是屠佑 它是另外一个教堂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你现在看左图 左图的左边是住家住宅区 整个山上 我们那个很多住宅区 然后秘鲁的主要街道 它就是在这个右边 这个左边这张图的右边就是街道 那我这个右图呢 是在左图的左边 所以我有点放反了 好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兵器广场 游客是一定要来的 那你来到库斯卡 你除了看这个兵器广场以外 还要看什么地方呢 我选了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给大家看 来下一张 第一个 我这个是我把这个图又照清楚给大家看 来再来 好 我们除了要来看这个兵器广场之外呢 我跟各位介绍12角石 你一定会找到的 你就在 你要去逛街 你要去买那个 那个纪念品 就到街上你就看到 很多人在看那块系统 各位 你数一数有没有12个角 然后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 他那个 那个巷弄里面啊 那个楼上的那个楼阁 那个楼阁 那个雕兰花洞 我非常喜欢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秘鲁的石匠他不但有工艺这个造语很深 而且他美学的概念也是非常令后人轻费的 好来下一张 我就把它放大 你看看啊 放大来看一下 这个是12角石 你可以把它数一数 这个网络上都可以看到的 你看非常不简单 你看他居然能把街缝 完全你看不出缝隙的啊 太好了 好 下面一张就是更清楚 跟你看这个雕刻的那个那个平台楼阁啊 秘鲁的街道是很窄的啊 这我现在选的是一个比较宽的街道 好 现在Kuska我看完了啊 我们看下一张啊 下一张呢就很有意思了 我就要跟他 我为什么还来第二趟呢 我第二趟 这就是我在利马海滩 我不是讲吗 第一次我在利马海滩 我根本没有 没有怎么看 我们就赶快 天就黑了 很快的夕阳就下沉了 林啊 怎么没有图像啦 有啊 怎么会没有图像呢 清真姐我们有看到图像耶 有啊 要不要退出后重新进来 你可能要退出去后重新再进来一次 我需要退出就再进来了吧 对 因为我们 比较人都有看到 我们都在 图像都在上面 然后呢 我就看到 我就是对这个黄昏这个景色 我非常喜欢 还有就是青山绿水 我非常喜欢 好了 这就是我再度造访 再度造访的 还有一个很重大原因 我认为我没有尽兴嘛 因为我得了高山症了嘛 所以我下次去 我就要吃高山症的药啊 好 来下一张 好了 这下我第一个到 看完你看多漂亮 我太喜欢了啊 好 来再来再来 往下再下一张图 看这个就是 他在利马海滩 出来的这一个一个长题 那这一次我到长题上去了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个长题 我进去了 而且我那个 他不是正餐的时间 他我们就只能在那里 怎么样呢 我们只能在那里 喝个茶 喝个咖啡 吃点点心 然后看日落 来请看下一张 我看到日落啦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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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很干净啊 那个水 来再往下看 好 所以呢 我就在利马 好了 我到利马 还有第二件事情哦 我这一次 是2012年了 2012年啊 我是有这个导游 我一个 一位导 年轻导游 带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啊 那个 施老师 也也去了啊 好 然后再往下 来 你看这个海鲜都很 很好吃的 非常好吃 做的也非常漂亮啊 好 来 再下一张 我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东西啊 叫做秘鲁生鱼片啊 那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有一位 很有名的 那个 我的作家 是要叫做 叫做 那个云霞 云霞有特别写这个秘鲁生鱼片 那这个秘鲁生鱼片的这个西班牙文 呃 名字啊 我写在这里 这也是我 我们的那个 谁教我的 就是我的导游 阿玛啊 前天呃 写给我的 那中文 他叫做 酸菊之烟鱼 烟鱼 可是我当 这个是我在第一次去造的 那我没有吃啊 我这个人是生鱼片什么 我都都都都不都不敢吃的 那他跟我说是有柠檬 而且他这是不煮的 他真的是生的 就这么咽出来的啊 那您如果不排斥的话 您就可以去去去尝尝看 非常有名的啊 好 来下面 我又吃了什么呢 哎呀 怎么这张是是翻倒的 对不起 请各位把脖子转过来 这样看一下啊 这个是紫玉米 那紫玉米长什么样 我下面就给你看他图片啊 我喝了很多 我第一次第二次都喝紫玉米啊 他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Teacher 啊 非常好喝 那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呢 2011年2011 15年啊 我那个血还不用天天早上咽血糖啊 啊 那个时候 后来我知道 这用糖熬出来的啊 好 来下一张 好了 是这一张啊 我不晓得 你们去 我们往来 你去秘鲁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张 这个是我旅行车 我一定要大大表扬这一张 这个这个旅行车 呃 他们安排太好了 他们带我去看了一个天然植物 染 染汁的一个地方 那在我 右手边 有一个黑黑的植物 也旁边有一坨 我当时我是叫他叫的 我叫他核手屋 实际上他作用刚核手屋 完全相反 核手屋是帮你染黑 他是帮你漂白 啊 你看 他的磨出来的汁呢 他就能把那个羊驼 把它漂白 漂白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右图 你看我右边这个图的左上角 那个就是漂白的 那这个天然植物叫什么呢 叫叫做C-H-U-J-O 这也是我的秘鲁的朋友告诉我的 啊 那个我那导游朋友告诉我的啊 好 你看到了 我这个右图上面跟各位介绍的是 你看到没有 每一团线的旁边都放了植物啊 好 我现在为了这个这个 我就特别给各位看一下 来 我们呃 梁子你帮我再放啊 梁子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玉米啊 这个玉米呢 多好啊 这个呃 黑玉米 它长这个样子哦 它 煮的水好喝 哎 怎么这么快 哎 来好 再来下一张 玉米 再下一张 哎 好 再来 再下一张 往往下 再 好 它这个染出来线是这个颜色 好 再下一张 梁子再下一张 你看 这个什么花什么草我不知道 这个叶子染的绿色 你看多自然 好 再下一张 好 这个 你看这一堆乱草 演出这个灰色很好看啊 我这个年龄穿这个 一只燕毛也很漂亮的啊 所以你说这种地方会不会让我很惊奇 当然我省略了很多 他们怎么去瓢染那个一张的一团的那个羊羊头毛 然后再把它放成线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 好 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叫做仙人掌 这个仙人掌的叫做胭脂虫 它那个白白的都是胭脂虫 这胭脂虫为什么 胭脂虫它的整个体内啊 据说胭脂虫的整个体内 它有大量的羊红酸 它就能够瓢染 这个右边这个图又反了 又又又颠倒了啊 我不晓得我做的时候怎么会到到上面就变这样 这个技术是很差劲 这个是仙人掌的胭脂虫 那我后来才知道啊 这个胭脂虫啊 在中国大陆 它特别去培养 他们特别去培养 因为他们当地需要这个染料不够用 不够用 它要进口大量的胭脂虫 所以他们干脆就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他们就去再培养这个 然后做成天然颜色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非常兴奋啊 好来再往下再往下看啊 这个我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从这个染纺出来以后呢 这个我就去他们卖毛线的地方 我这个人手笨我不会支 不然的话这个毛线挺好 真的是羊駝 他们说我们去了一个 不知道他们看我们是不是观光课 有一个 我在地摊上买了很多这个羊駝的那个手套啦 我们打了是冬天还是很冷的 可是呢 都给我掉光了啊 最后我就是两两只一双两只眼 一个是黑底的那个灰底的黑纹 一个是黑底的白纹 我就把它穿成 但是呢 那个是我买的起最便宜的 其他那种大羊毛伞什么用 都很贵很贵的 非常贵啊 上千的美金啊 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个人工的价钱还是挺高的啊 好 这是我我觉得这些毛线给我的感觉 他们不鲜艳 大自然色彩就这么这么自然 不鲜艳啊 好来下一张 好下一张这就不得了了 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啊 呃 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就跟刚才我看的 燃坊一样 呃 呃 各位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很知名的梯田 我一直想去我都没去过 你们大家不知道这个梯田不得了 这个叫做墨雷梯田 而这个墨雷梯田呢 他是印加人的 基本上他是一个实验室 他每一层的温度会差到摄氏0.5度 所以从最底下到最高 他中间有15度的差距 他用来用来种不一样的农作物 啊 种不一样 他现在也是不得了的 他在那个 那个那个 呃 呃 种这个 农产品来讲的 他是一个非常让后人惊讶的一个地方啊 不过现在已经就变成一个观光点了 已经不再不再种植了啊 然后又图是什么 又图就是梨迈 你看他们的多丰富啊 他们的梨迈 呃 长得好饱满啊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看一个也是很有趣的啊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马拉斯盐田 看到没有 像不像马赛克啊 啊 这个这个一挖一挖的都是盐田呢 听说在这一带有3000多挖 啊 好 他这个盐田怎么说呢 你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印加文明的一个智慧啊 据说他呃 当地人发现有一个叫做果布基欧温泉 这个果布基欧温泉的泉水 还有很高的盐分 他们就把整个盐田系统呢 就把改良 他们就让含盐的盐分比较重的泉水呢 巧妙的被分流到3000多个人造的盐池 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下去看 啊 我们是在上面 我在上面造了三张像 这一张呢 呃 造出来给各位看 那我在网上可以看到就是他盐田结晶 因为他盐水就一直晒一直晒 晒到这就就结晶了啊 呃呃 非常有意思 但是我这边可以给我一个资讯啊 听说如果你真的是要来看这个盐田的话 你最好的季节是5月到12月 因为他这段时间呢 他这个泉水蒸发速度比较快 那所以你可以到的盐池看到的像 结晶状的那个湿盐 你也许去开可以买包盐回去啊 这是呃 你如果要去看盐田 你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好再往下看 两支下一张 好 这里哦 我去秘鲁我我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店还没有关 第二次去第一次去我先生去第二次我现在没去 我先生就是很不满意呢 我为什么要去看拿斯卡地线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没去看拿斯卡地线 因为他坐小飞机 啊那小飞机这个东西我是空军眷属啊 我知道飞机越小是安全性越低啊 而且在矿野矿空矿的地方了 你一阵风的不得了的 所以我就没有去 哎可是我还蛮幸运的 你去这个鸟岛啊 你一定只有一个方式 你到鸟岛就唯一的就是要坐船啊 他是呃在鸟岛 你你你你你是群鸟聚集之躯吗 那你要经要他的入口是一个城市 叫Pisco P-I-S-C-O 你要到那个城市去搭我们是做汽艇 那我做快艇要到这个鸟岛之前 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像卡斯卡地线 这个这个图腾很有意思啊 所以我算是也是了了一半心愿了 虽然没有去看拿斯卡地线 但是我看到这个景色 哇照了多少那种照片 然后我们就去鸟岛 你看这个岛就是鸟岛 他这个鸟岛是鸟的快乐园地 他里面特产叫鸟粪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鸟粪 这个鸟粪啊 他曾经啊 蜜鹿啊 在19世纪的后半夜 他一年卖掉40万的这个鸟粪 可以给蜜鹿带来全国经济收益的80% 所以你说啊是不是宝贝啊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下下一张 不过这个蜜鹿啊 你看他那个岩石上面白白的都是都是这个鸟粪啊 但是的味道是很不好闻的啊 好再往下看 他这里呢 你看这个海水其实很漂亮啊 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个有蓝的蓝天绿地非常漂亮 他这里有很多鸟啊 他这里有不同的鸟啊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还有海狮啊 还有海狮有尖鸟听说秘鲁 那个那个坚持的尖 上面的鸟那个字是当季的名很有名的鸟啊 好来再往下看 好 你再回上一张 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个梁芝请你帮我再回上面一张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秘鲁人他们本来是用用那种很粗鲁的方式去取这个鸟粪 然后来发觉这个鸟粪 据他们有这么大经济收益 所以他们就很小心的保护 他们甚至于还驾网 他避免让这种很大块的鸟粪掉到河水里面 那掉下去都是黄金啊 好来 好我们就这个鸟粪 我就很简单跟大家介绍这样 好 现在我到了滴滴咔咔湖 各位 我2015年到滴滴咔咔湖 那可是高了 那就比那个 那个 那个 库斯卡还高 那我学乖了 我在两天之前就吃药了 所以我没事 我没事 好 那个滴滴咔咔湖当地呢 有住 有有有有有居民 那他们是用什么 用芦苇草 用芦苇草啊 铺成的那种人工岛屿 那早期这个人工岛屿是浮动的 人就住在上面 你看我特别照了一张 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这么简陋 你看到幼图没有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是岛耶 这个是葫芦啊 我们就是那个芦苇啊 芦苇草就是你认识那个北方的那种芦苇啊 它是芦苇边的这个这个草 OK 这个芦苇边的这个草呢 它 做成一个浮动的 这个岛 不过呢 早期他们因为是躲避那个印加人 为了躲避那个原住民 就是当地的原 有一种原住民叫做乌鲁族 它是躲避印加人的侵略 来到这个岛 那 后来现在呢 这个福岛都有 有有用毛了 用毛来固定了 所以说比较大的这个岛呢 它上面还会有那个什么呢 有那个 学校商店 但是他们观光课生意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他们 就是说 以这个为生日子过得非常好 所以我说我别的没有学会 我看到 我去的时候是已经是天很暗了 黄昏了 我没有拍好照片 只有这个室内这张右图是我拍的 那剩下左边这一张啊 那两只再往下拉一张 左边这一张还有这两张 这个都是我Alma 我秘鲁的导游朋友Alma 送给我的啊 我这用他的这个照片 我顺便要跟大家说明一声啊 非常的感谢啊 那 因为我去的时候天色已经太暗了 好了 我也就很简单跟大家介绍 哦对 我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弟弟康康康 这个弟弟康康康 他是他是在那个秘鲁跟那个波里维亚交接 那在安底斯山脉 那海拔是我刚说很高 比库斯卡很高 3812 3812 所以你去之前两天 你一定要吃这个 那个那个高山症的药啊 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而且大船可以通行的高山湖泊啊 非常有名啊 我是高山上山下海我都去了啊 好来下一张 好了 这个是我的一个ending了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把这张图片稍微拉近来看 我现在把它拉近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这个左边这张图 这张图这个铁 铁的那个牌子的右下角写了1911年 1911年他被发现的一年 那我这个右边这张图 是我护照 我上一本护照最后一页 所以记录着我去的时间是2011年的3月26 3月26那一年刚好 那一年是他们的100年 他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记 不一样的这个方式 就是我知道他是刚好100年 好那第二个就是第二次去是2015年的4月24 所以基本上我3月去过4月去过了 好那我就想用这个来做ending 我的那个Machio Pichio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请等一下 您再来 我们再来一起讨论 好 接下来呢 我就很快的要到埃及了 这个到埃及这边呢 我进来到埃及了吧 前面最前面 最前面埃及 好 我们向去埃及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 各位都已经先看到了 好 好 我先跟各位说明 这第一张是我们团友的造的这些照片 因为我造的模糊 笨死了 这个傻瓜照样机不会用 iPhone也不太会用 很有意思 你们看了 Welcome to Kyra 你看他时间是会把你吓一跳 当时我是 哪一年去的 2019年 那他是17 然后一个slash01 那我不是 17没有17月嘛 他们的记事方式是 1月17号 我在1月17号 到的时候已经是8点钟了 那各位可能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埃及 我想去埃及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刚才梁子说 我在台湾教书 教了16年 不到17年 可是我在达拉斯开店 我开了17年 我开什么 开礼品店 达拉斯这边有 Karling Creek Mall 我在莫里 很大的一个店 在我很大的地方店 我什么都卖 我女儿说除了青菜萝卜没有 我们可以都卖 我们很多正店之宝 店面有3600次 仓库有3600次 很大一个店 那我有一个item 就是卖 那个埃及 埃及产品 那各位 你可以看我下面那张图 下面那张是我 把我当时的business card 放在上面 我卖这个龙啊 还卖这个 各位有看到 左边这个light 那是我 我第一个引进来的 我本来要 要做 那个 那个批发商 做了没 没做成功 第二个就是这个kintar 这个figuring 这是我的 古埃及的产品 然后还有中国的东西 我当时就是卖这些东西 卖了17年 那我就发觉啊 来你可以放下面一张了啊 我就发觉 到我店里来的客人啊 哎 他们真的很不错呢 他们很专心 我有一个太太 有一个客人太太 他为了来跟我商量 跟我介绍 他给我上课啊 哎 我对埃及 因为我小时候 我对埃及的印象 就是我们以前上人文地理 我大概就最多 就知道一个经济场 外加一个 那个伊斯莎白泰勒演的 那个埃及艳后 非常的美丽 啊 那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我其他都不懂 可是他又跟我讲 kintar的NFG 什么都跟我说 哎 我就觉得我退休 一定要去 啊 一下 我就是2017年的1月1号 店结束 我1月17号就去玩了 啊 所以我的数院得偿啊 好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都觉得埃及很落后啊 他是非洲啊 可是你看看 开罗的夜景美不美 这也是我们同 对友造的 我们有那么好的技术 你看他对 他的夜景很美啊 我们住的是 当然我们住的是 Maria 我们住的饭店 当时也是不错的啊 好 然后再往下一张 你这个就是饭店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楼梯间 就就状况 非常雅致 哎呦很大 这个爆炸 有东东西洞 哎呦好大好大 开路观光 也非常发明 好 好 再看下一张 好下面呢 我要跟各位看的是 就是说呢 你先看左边吧 哎 这个左图啊 你有没有发觉 他是 很多什么跟着我呀 很多那个警察 哎 没错的 这个 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每个车上都有警卫 而且是合乡实弹的 你看我们下车 这个是一个小商店 我们那天是要去看那个 宝贝 宝贝之助 宝贝之助 那个宝贝之助呢 呃 在一个商 一个一个住宅区的附近 那地方已经是一个住宅区了啊 那我们下次之前 我们下面 街上的警察赶过来 那我们自己的那个 呃 警卫也下来 然后他景点里面有警卫啊 呃 那我还到 到那个边界 靠近边界地方 还有架机关枪的 不过还好啦 都都都都都没什么事啊 好来接着看下一 下一张 下一张 我跟大家来下一张 哎 这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呃 这个地方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造一个宝贝古城 但是呢 我们那天去看这个宝贝之助呢 这宝贝之助 他是在三世纪末 罗马皇帝的啊 戴克里兼 率军镇压这个亚历三大守将的 叛乱的 还有政绩灾民的时候 的时候呢 这埃及的执政官啊 建立了这根高达27米 27米的粉红色花岗石的石柱 他是当做纪念 那各位记住这27米 因为等一下我还会用到一个树木来跟他 你能不能再 你能不能那个 再继续 怎么样 哦 好 那个我刚才说这个 这个这个资助呢 他 据说他 亚历三大经过无处的 那个战火 可是柱子毅力不咬 我们在附近转了一下 转了一下后我们就下这个地洞了啊 各位看到我右边 左边是地洞 我们进去了 但是我特别为什么给大家看一看右边呢 我给大家看右边 哪一位能拆到右边是干什么的 我请你去吃海底捞 啊 各位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行的话 你到那个chart打一下 啊 各位 我给你 五秒钟时间去 赶快打出来 你看看你的什么东西 前哨 是什么 前哨 错了 在洞里面了 我跟你讲 书架 放书的 图书馆的书架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特别把它召过来 那以前的书可能 因为他们是用了沙草籽嘛 所以可能也是比较大点 很有意思 所以我记下来这个地方啊 好 接下来我们 我们看到了 你看到没有 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无警同行 啊 我们感到很安全 现在我到了亚历山大大城了 啊 亚历山大大城 你看到没有 我右边给各位看一下 那就是我第一生平 第一次看到地中海美景 地中海美不美 啊 好 那我们当然吃得很开心 那我不要跟大家讲了 我吃了很多东西 海鲜啊 好 来下一张 好 下一张啊 我先跟你讲右边好了 我刚才说到 这个 这就是我的Sara 我们的Sara呢 她就是 听说读写都会的 当地的导游 很棒啊 那我呢 跟她在那边赶快照张像啊 那我们来亚历山大城主要是干什么 我们要来看一个 法罗斯登塔的遗址 那我只能远远看啊 因为法罗斯登塔这个遗址呢 就建了这个奎特被碉堡 我身后的这个 后来我 我左边这个图的这个 就是这个碉堡 啊 这个碉堡呢 为什么会建在这里 因为15世纪的一场大地震 把这个灯塔给震掉了 没有了灯塔 后来就建了这碉堡 哎 不过这个碉堡呢 现在已经变成 埃及的 海洋博物馆 啊 好 我在这里照相 因为我在这里到处看嘛 他有四集啊 还有四集 好下一张 好了 来 请看左边啊 这是我们 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警卫 陪着我们 那因为我先生在埃及后来 呃 有做轮椅 前面都是拐杖 那他呢 也对我们特别照顾 他都用手去 有点扶着他一样这样啊 那所以呢 然后我说他是我们这一路的 集会里最帅的一位帅哥 看他照照相 然后帅哥跟我说啊 他说这里啊 有一家来出来玩的当地的 那个一家庭 想要跟我的观光合照相 哎 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建议很奇怪啊 我们一般觉得中东的 那个老百姓可能都是蛮 不是这么 这么这么愿意跟外人接触 就像我看到印加老百姓 那不让我照相的 介绍你不要照相 你照他背影 他 他跟慈禧太后一样 说照相会把你的魂给你照掉的啊 哎 可是这一家人不一样 我跟他照相 你看他们家 好 好可爱啊 这一家合了融融的啊 所以我留了一张这张影啊 好 来 在下面 好了 我们到了 来下面一张 好了 现在呢 我来看这个 我来看这个金字塔了 各位看到 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金字塔 叫做阶梯金字塔 这个阶梯金字塔 你看他现在都在修 这个阶梯金字塔 这个法老王很有 还好 叫佐塞梯 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 在埃及历史上 有一位叫做印和田 这位寓医 他非常不了不得 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都看到他啊 因为他不但是医术了得啊 寓医啊 有医学之神之神啊 而去说啊 那个巨石建筑呢 他是引入 是由他把这个巨石建筑 引入埃及建筑 主流 而且金字塔形状 是由他开始设计的 这是我见到第一个 接近金字塔 各位看到 他们的政府是在保护的啊 时常修剪 好下一张 哎 你猜我到哪去了啊 我下地了 下到地宫去了啦 啊 那我到地宫去呢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不要小看啊 这个外面破破烂烂的啊 我告诉你这个地宫啊 我后来就这个是 塞拉告诉我的 我回到从 呃 去那一年去旅游回来 给他写的第一封信 我去问他说 哎呀塞拉我忘记了 这个叫做什么金字塔 这个叫做乌纳斯金字塔 乌纳斯金字塔 这个提到 就是这样斜下去走这个提到的 他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建筑提到 虽然他的金字塔是金字塔里面最小的一个 我根本 而且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照相 他都已经不成金字塔 就是一个土堆 就是一个土堆啊 那而且呢 我在里面看到了 哎我这个人很没脑筋 下去以后 他想起我有带手电筒 所以摸黑下去的 就靠了上面这个 结果我没有呆啊 因为我没想到我会下地宫啊 那呃 下去以后看到照相照出来 这个后人称作金字塔文 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啊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啊 好来再往下看 好 呃 我现在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解体金字塔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弯曲金字塔 弯曲金字塔 是左边的 他150米高啊 然后因为工程技术出现问题 所以他弯了啊 呃 就没有尖下去了啊 那右边呢 这个很漂亮啊 这个叫做 红色金字塔 为什么叫做红色金字塔呢 他是比这个弯曲金字塔矮 40米左右 但是他因为用那个石灰石建造 所以会发 有这个颜色 不过他的颜色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 没什么光线什么 这个很 我我是没看到啊 好 再下一张各位注意看了 再下一张 来 我把 呃 这两张稍微放放大一点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歪曲的这个建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几何建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想到我们是要走 那个游览车还停在外面啊 我们是走进来的 所以要去这里玩体力还很重要啊 好 来 请 再下一张 好 这一张图 请各位把你的视线往左边看 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可以进去的 我从车子停车地方 很辛苦啊 哎 各位 我刚刚忘记讲了一件事 什么一件事呢 我2018年的8月份 心脏装了个支架啊 我那个被阻塞的时候 已经大概有80%左右的被阻塞了 我这个人实在是浑心不济啊 所以呢 我爬到这里是续闪续续走很多路啊 然后爬上去 爬上去 不过这么大的一个地宫里面没什么东西 空荡荡的 我还花钱呢 这个要进去看要花钱的 不像我刚才走那个提到 那个里面还看得到东西啊 所以这个你看这等于是我爬了半山了 爬了半山了 他一百一百五十减四十 就是一百四一百一一百一 我爬了将近一半上去 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口 东边西边哪一个口 反正我就从这里就上去了啊 这个是我爬到那个 另外一个经验啊 如果各位体力好 我现在不行了 我这个去年膝盖半月板受伤了 能走路了 走路没问题 但是爬山我还不敢试 好 好来再下来 好了我们已经看了三个金子塔了啊 这里我们去了一个孟飞师的遗址啊 我给给你这个孟 他们都用孟母三千的孟来写啊 好 这个孟飞师遗址呢 主要是看博物馆 但是有人把它说成是世界上最小的博物馆 因为你一进去就被这个具象给给给 看就躺了个具象 这个具象躺在那里就把这个整个就散满了啊 那这个进去以后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赫赫有名 纳美西斯二世 他是古埃及 这个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王 那个我我对不起 我就在这里因为我时间也不是很充裕我就不讲了 那他呢 这个 十项是重打百顿啊 所以你如果要拍全身你一定要到楼上去拍啊 那他为什么躺下而且肢力破碎啊 据说他原来是站立的那他站立的呢那后来因为那个尼罗河水的侵蚀 所以他的肢体受损就变成双腿都缠断了 手也缠断了啊 那最后他只能放下架子啊 放下国王架子就躺在那里了啊 等一下我再给你看一张大的图 那我们来这里我主要看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这张躺下来的拉美西斯二世 那还有一个他室外有一个雪花石雕层的尸身人面像 这张对不起不是我照的是在我网络照到的 因为我完全没有照到这张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天黑了啊 好请再往下拉看一张 这一张是我们在院子里看到拉美西斯站立的图像 站立的像 那我把它放成一个大特写以后呢 他就变得只有一半了 不然的话他应该是 我是连基座一起照下去的 所以等于是三个这个小博物馆里面三个有名 第一个拉美西斯躺下来一个像 第二个这个院子外面一张这个像 还有一个雪花石的尸身人面像 好然后下面我有几张图啊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是特写这个是我的队友照的 你看到没有他的雕刻 他虽然那么斑驳雕刻是不是非常漂亮 拉美西斯是一个美人的 非常非常俊美的 而且他是集所有的幸运一生 在位的时候时间也长 国家安定而且啊 妻妾如云 像他的孩子比什么那个那个 康熙用那个乾隆都多啊 好再往下看一张 我要看他他这个躺下来那个那个你看他的那个 衣上面那个皮带什么雕刻非常精美啊 好这也是我们那个队友帮忙照的 好来再下来 好了 我去金字塔群这个是大家都时常看到的啊 那个叫做金字塔群 他是由三个金字塔组成的 那这三个金字塔呢 我分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他是也是埃及古老文明的象征 也是大家旅游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在尸身人面向后面的 那个叫做卡弗拉金字塔 那这张就是我的左图 那所有金字塔里面最大的 那个叫做胡夫金字塔 是我的右图 好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啊 这是我在这个金字塔群这边照相 灰煞很大 这是这样的啊 然后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好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我们我们刚才不是跟各位讲吗 我们说那个尸身人面向前面 有一个叫做卡 那个那个卡弗拉金字塔 所以这卡弗拉金塔 他这边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灯光秀 还是什么 所以晚上会这样 有有有参观的座椅 好再下一张 好再下一张 我就放了一张 两只再下一张 这一张了就是没有我没有我的 这个刚才那张没有关系了过了 好了我现在为什么要把这张放在这里 好各位我又要请你吃饭了 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地方 就算我们车子要转弯啊 这个建筑在我的右手边 那转进去就是我们的金字塔群 转进去一下车就是这个胡夫金字塔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位会说中文的导游 马上说各位请网友看 你们知道这个建筑是哪里吗 各位有没有猜到二战时代开罗会议 就在这里开的开罗会议 很奇怪我当时的感觉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当然开罗会议 大家也知道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很急着要去看那大金字塔 可是我竟然把这张还不错呢 我是透过在车窗拍冷拍这个样子 我是也是瞎猫撞到了 就是蛮幸运的啊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眼 所以知道这么回事 再下来 好再下一张 好再下一张呢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跟我说 你说到埃及博物馆吗 那我刚才跟各位讲 我说没有错 那埃及博物馆啊 他那个架子连车的宝物都是堆放在那里 我没有时间了 不然我给你看照片 看他怎么堆 那灰尘尘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先生那个时候在馆里面 他是我们有请一个人推轮椅 那推轮椅的时候 他楼梯不能走 他带我们走电梯 那电梯角落旁边放的都是架子连车的那种鼓物啦 所以如果说他被另外建管去摆放 那虽然政府非常有明智啦 好所以现在我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塔 所以我不多讲了 我们再往下看 来好 我现在要要开始去哪里了呢 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主要刚才是在地面的 那我们现在呢 旅游我是已经进入第六天了 那时候我是由搭飞机搭到陆可索 从喀罗搭到陆可索 那到陆可索以后呢 我们就那个陆可索 他曾经是古埃及八朝古都 那个那个迪比斯啊 就在陆可索附近 我们到陆可索是为了我们要上这个游轮 那到上游轮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参观了 我到陆 我刚才讲过 各位对这个埃及 可能你知道的旧纸 比较多的是金字塔 那实际上埃及的神殿 非常有名 那我去的第一个就是游轮靠了 下来了 你去看的第一个 这第一个金字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在 那个古都提比斯附近 陆可索附近的这个卡纳克神庙 卡纳克神庙 他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神庙 这个卡纳克神庙 那个卡纳克神庙呢 他一进门 你看他进 我照到他进门就非常壮观了 这么多雕像在 替他引路 那还有一个呢 他是卡纳克神庙呢 他有一个非常 让人震惊的一个 一个大柱厅 柱子是那个柱子的那个柱 十柱厅啊 他那个柱厅里面 有134根柱子 那这134根柱子 刚才我们有没有讲到一个 27米的那个花岩石 那这个听说他的柱子 大概是有多少呢 那个柱子是有21米 那个刚才我们看的是27米 这个是21米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 一个东西 而且134 我信 你就去想嘛 你这134 他分成16行 134分成16行 而且他中央两排特别粗大 直径5.4米 他100个人站在上面 站立都没有问题 哇 这个柱子实在是太不得了 我请问你 他怎么装上去 不知道 我是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震撼 真的很震撼 那这边有一个 我在资料 在网上涨到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件一个说明 跟大家讲一讲 说这个卡纳克神殿 他 他 有多大呢 据说他 他可以装下 这个整个神殿的体量 可以装下一个巴黎的圣母院 你是非常大的 所以 请各位稍微去看一下 这个 我造了正门 但是呢 你 你如果想看到 他的那个柱子 134跟10柱的 那个柱廊大厅 你只有看右边 因为我这边才能造 他的那个权壮 在里面你觉得人很渺小 真的很渺小 好 再往下面看 我大概应该是有两张特写吧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 游客真的很多 好 来再往下面 就是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了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叫鲁可说 这个鲁可说神庙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去 去讲一下呢 哎呀 这个鲁可说神庙呢 是 我们是晚上去看的 这个晚上去看的是 这个 这个 我 我当时就完全不记得 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为是白天太热 后来我就问我们的 Saira问我们的导游啊 他今天早上才告诉我 他今天早上跟我讲 他说因为啊 在鲁可说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是下午五点钟 关门 那只有这个 这个鲁可说呢 只有这个神殿 这个神庙呢 他是九点关门 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黄昏时候进去 看到他白天的样貌 然后晚上打灯 哇 这个打灯很漂亮 对不对 打灯很漂亮 请各位注意看一下 那个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个正 我其实他这个不是他全貌了 他的前面跟刚才那个神庙一样 他也是有那个人面师生大道的 然后进来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拉美西施二世 就是我左边那个图啊 他是拉美西施二世的这个像 还有一个什么 有没有看到中间一个树立的 那个叫做坊间 可是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古代的拉美西施两尊座像 还有四尊立像 现在我们看到的 只剩下两尊座像 还有一尊立像 和一根方间塔 本来是两根方间塔 现在一根 各位知不知道另外跟哪里去了 有没有朋友知道 我还可以请你们再吃一顿饭 你知道 发布前河广场 存音嘛 那我们到摩洛哥吃饭 因为我们去前河广场了 对不对 是存音吗 刚才说法国是不是 是 我叫李恩亮 你好 你在Dalloway 你在Dalloway 那我 下次有机会来达拉斯琴 你吃饭 对不起 我刚刚打了邪巴黎 对吗 是 是 是 没错 邪和广场 没错 而且我所查的资料 他是在1836年的时候 是总督穆罕默的阿里 他将另一根方天塔送给法国国王陆毅 菲利普 那今天这跟这个 卢可说的方天塔在巴黎的协和广场 可是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很糟糕啊 我在协和广场没找到啊 我没找到 我不知道你们去的时候 你们找到没有啊 那他当时这根 这根是 方天塔 他去干嘛 他是交换穆罕默德 阿里啊 为开罗的一个清真室 换一个钟塔回来 而且我所看到的资料 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说因为在那个1836年 那个一段时间啊 要运一个啊 这样的东西不容易 所以他才运了一根去啊 那换句话说 如果容易啊 这根也没了 你知道吗 其实方天塔不容易的 我们我们后来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本来要去看一个 未完成的叫方天塔 就是有人叫方天碑吗 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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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我没有去看 看了吧 我没有怎么我照片也没照了啊 所以这么珍贵东西 他拿去跟人家换了一个钟塔 所以我为什么 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这个卢可索啊 就是就是就是这件事情 啊 这件事情 啊 你看这个夜景很有意思啊 我们是天没有黑进去的 然后看这个 好 来 接下来 再下一张 好了 我们 在游轮上应该是待了五天吧 那倒是清晨出去 晚上回来啊 那那天下午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们没有没有排节目 因为可能刚好那个路段 没有什么景 我们可以下来的 啊 这个是你看 尼罗河 我们搭的就是河伦 我们搭的是河伦 里面生病不错的啊 河伦 然后呢 夕阳 啊 这个是我 我把握照了两张相 好 再往下看 好了 来 下来我们再看 好 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 叫做帝王谷 啊 帝王谷 我们有人称它是 斯洛的埃及古墓 那这里是埋葬 17到20王朝 将近有64位法老啊 那我们参观是 它唯一开放的就是 KV3 啊 各位看一下 把这个照片点大 看到没有 这个只能在门口照 门口可以 KV3啊 在门口看一下 它那边右边的牌子写 No photo啊 我就从这边进去了 进去我跟你讲 那个美啊 那个林木里面 它绝对不像你在电影看的那么淡 但它非常的宽 就是就是说 它它那个走 走道 还有高度都很够 主要呢 它是很精美 它地宫里面保存 它是那个 拉美西斯山寺的林木啊 它地宫里面保存 太好了 它我 我现在给你看的 左边这张图 是我刚才走 那个提到的时候啊 拍的啊 提到旁边 还有个古 古工我拍的 你看这个 看起来 真是不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 KV3里面看到的 我告诉你 它是有采釉的 非常漂亮啊 那很可惜的就是说呢 呃 里面不能拍照 没有拍照 它里面还有那个石棺 啊 棺木还在 可是听说那个木乃伊 好像在博物馆里面吧 啊 那很可惜 它出来以后 还有另外一个 林 那个木 林木也开了 还刚开没有多久 我现在很想下去 可是来不及了啊 我们必须要 到门口去买票 因为我们买团票 没有包括这张 呃 那个地方 好 下来 再来继续看 下一张 好 这个地方很好玩 你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古木群嘛 我们刚才说的地人 它在地王谷嘛 哈德西金苏特的神庙 她是古代 古老法老王当中 唯一的一个女法老王 可是她终止了 埃及的武力扩张 所以跟邻国 加强贸易的结果呢 她得了财富 就修建这么漂亮 一个一个一个工啊 好 来 再下来 好 这里呢 这个是我唯一 呃 没有什么印象的啊 我唯一记得 就是说我们 我们好像是坐 从下游轮以后 我们坐马车 马车到了这个地方 叫做爱德福神庙 啊 那 那 他 他现在还有祭祀活动 好 来 摘下来 啊 摘下来 各位有兴趣 可以上网去上 好 我特别要 跟大家讲一下 叫做 叫做这个 阿布新贝 这个阿布新贝神殿 就是阿 拉美西斯 二十神殿 那他为什么叫 阿布新贝 我觉得一定要跟各位说一下 这个阿布新贝呢 他是在 埃及的阿斯旺西南 290公里处的一个远古文化遗址 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这个名字啊 是源于最早 有一个带西方人到现场的一个 想到一个小男孩的名字 叫阿布新贝 就把这个地方成为阿布新贝神庙了 好 那这个阿布新贝神庙 他有两大部分 但是你各位看到下面两张照片 对不对 下面两张照片 不是原址 他是因为在1966年 当地要盖一个水坝 雅斯文水坝 那因为尼勒河水位会上涨 所以联合国决定把这个神庙 往上移了200公尺 避免神殿遭淹没 当时把这个神殿是切了很多块很多块运过去的 那这个神庙被建筑的时候呢 是花了20年 他在亚美 大概是一西元前1284年 开始建筑 20年建成的 那很有意思 他不是土石建 他在三年中雕琢出来的 好 各位现在我们要看一个照片 左边的照片 为什么我把我跟我老公都放上去 因为我照了很多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照出来这个照片是倾斜的 各位看的 大概在至少有十度的仰角 所以我不能用 这张因为有人的关系 他就这么 我就用了这张 你一定要请看一下 看什么呢 请你看一张这四个做的照片的左边第二个 你看到左边第二个是不是被毁了 你不要以为是他搬运的时候 搬运的时候没有毁啊 他是地震时候毁的 好可惜 然后呢 注意看一下 他里面呢 神像的角角角的部分有小小小的神像 小的神像是包括什么呢 他据说是包括他两位皇子跟六位公主 而且他这个四座雕像最上方 他有一排那个佛佛雕像 高举的双背 这边好像没有照出来 他高举双背是崇拜太阳 那在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他说这个神殿以前 他是有一个光线 是可以照到神殿里面的 可是呢 因为他们移动的时候 计算没有精准 他那个阳光照进来的 那个日子比原先晚了一天 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会觉得古人真的好聪明 我现在 你如果问我说 我去了这么多地方 从印加到埃及 我有什么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 这个人有电脑以后 像我现在有电脑了 我很多字不会写了 那以前人完全靠人力的时候 他们居然做出这么让我们惊讶的事情 好 这个神殿还没有说完 他旁边还有一个殿 我刚才有没有讲说我在店里面 实际上听人家跟我说 King Ta还说了什么 还说是Naftiti 这个Naftiti呢 她是 她是 拉美西斯二世最爱的妻子 听说她就是大皇后 所以呢 旁边有这么一个雕像 这个拉美西斯是个长寿者 据说她90岁才过世 那她长达统治埃及长达70年 有过八名皇后 200名妃子 她一共听说有超过100多名子女 这个比我们清代的那个什么 或什么什么皇帝的都多厉害 最重要的这个著名的妃子就是大皇后 就是Naftiti 那她这个宫殿 就是为了为了她而建造的 那那个Naftiti我顺便说一下 有什么什么样的意思 这个大神殿旁边这个据说 她这个尺寸两个我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其实她不是不差的 她那个面积 她差不多是一个稍微缩小一点的一个神像 那Naftiti的意思是 就是美丽的伴侣 所以我想Naftiti一直长得很漂亮 而且是最美的女人 据说她13岁就嫁给当时的拉姆西斯只有15岁 她也是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继承王位 所以是在没有继承王位就嫁给她了 她是拉姆西斯还蛮中情的八位皇后 皇后一直最爱这一位 这个我因为已经时间超过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我个人最爱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神庙 那现在呢 我想呢 讲到这里啊 是不是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不是讲得很特别的细 尤其这个我绝对要向各位说抱歉 因为在埃及这一段我是不敢说的 我连1%都没有碰上 就是她的有关文明 那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讲过了 我说那个各位可以参考很多资料 但是这两个国家我都非常的鼓励各位去 因为刚才你们提到我到现在跟导游都有联络 如果你去嘛 那你需要我帮你们做什么联络 我是很乐意的啊 那我刚看到张凤 谢谢张凤 你已经过来贺喜了 我们的张凤 这实在是礼数最周到的一位 一位朋友啊 到哪里都一定要过来恭贺 谢谢各位 好 我现在就是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我讲的东西有指正的 或是对这两个旅游景点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尽量的给您答复 请问一下你刚才讲 去埃及如果可能的话 你们最好要求找一个中文导游 因为中文导游太多太普遍了 我们上次去埃及也是一个埃及人 做我们的导游 他的中文讲的真是好 而且非常的幽默 在那个旅游途中看到很多别的团 他们的导游也是当地的埃及人 做他们的中文导游 对没错 有这个体验是蛮好 对我非常喜欢Sara 非常非常 他们埃及人这一点 你不得不恢复她 他们因为这个观光资源 他们大批的去学中文 就是直接到中国去学 所以我今天是没有办法了 我忘记把那个Sara 每天在邮轮挂一张 挂一张公告 中文写的漂亮 中文字写的很漂亮 他还有刚才那个玉琳我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阿布辛巴尔那个神殿 那个神殿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的最里面 神殿一直走到最里面 有一个暗室 有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面有四吨神和那个 有三吨神和 那个Ramses二世 对对对对 一年365天 364天都是暗的 黑暗的 可是一年只有两天呢 太阳可以从那个外面 一直照到这个内部的这个神 这个小房间 那是哪两天呢 一天是那个Ramses二世的生日 一天是他的就职 他登基的那一天 所以你想埃及人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 真是惊人 他们可以只有这两天 算得这么精确 没错 而且那个太阳光照到这个小房间呢 这两天是照亮的 可是这个四吨 这个雕像里面 有一吨在这两天也是暗的 其实也是太阳照不到 这吨雕像是什么呢 是那个阎罗王 OK 地狱的阎罗王 所以照不到他 我觉得世界各民族 没有一个可以做到这样子 在三千五年前可以做到这样的 太伟大了 真的很伟大 非常震撼 你到那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人的脑力是非常惊人的 那我们现在都被电脑取代 我不知道别人 我实际很多字 我以前就讲说鼻头癌 那个鼻头癌 就是写到那里 我写不出来了 我现在真写不出来 打字我还没打完 他就出来了嘛 所以我不知道 以后的世界会怎么样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淳寅 淳寅的补充非常的棒 还有哪一位有什么指证的 或许有什么问题 不是指证 你很想要求教 你还是想说 那你跟或者淳寅 谁去过这个埃及 比如说这个埃及 大家一定会问你们 或者你也要问这个导游 究竟他们怎么样运输 就能够建成这样伟大的这些奇迹啊 对不对 这么大的石头 这么大的柱子 如何搬运 他那个电影上有演过吧 真的吗 怎么样回答 好像有一个什么电影 我有看过 他们也就是用人力 用绳索去拉 这一点跟那个应家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 对 所以 谢谢 所以非常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他太伟大了 你就会去想他是外星人 所以我想他们是很有经验 为什么因为他他一开始 他第一我们第一个看到的那个第二个 那个歪曲了 那个你那个度 如果你那个精准度算不准的话 你是搭不上去的 呀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凤 我看看我再来跟那个谁请教一下 如果说 我再来问一下我的Sara 如果他他能给我哪一方面 这方面补充 我一定告诉你 谢谢 好 还有哪一位有什么问题 请问你 你可不可以把Sara的那个名片 我可以把他的电话 他跟我们差七小时 就像 就像我 他今天我跟我 对 我不知道Sara有没有在线上 因为我又跟他讲 我说 德州的两点是你埃及的九点钟 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说 我说 你可以上来听听看 我我我我一定会谈到你 还会把你照片放上去 那我会把他的资料传给良知 然后你们可以跟他联络 我说了 我先生姓Taylor 就是EB Savvy Taylor的那个Taylor 所以他都叫我Taylor 所以你们如果 我给你他的email 我给你他的电话 那打电话 我是因为在那个SkyB上打 所以不花什么钱 那你email给他一定会回的 如果你email了 你可以告诉我 我来跟他回 因为像我就很久没跟他email 我今天早上给他email 就掉到垃圾桶里去了 他后来我打电话跟他 他捞醒了 我晚上两点钟 那时候算不准时间 后来我跟他讲 他就赶快每一个 每一个每个都跟我回了 像我刚才讲说 那个为什么晚上开 他就告诉我为什么 那个就是问他问来的 那个这个就是这样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会跟各位报告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到时候如果有人 说是Taylor介绍来 就是我介绍来的 好 谢谢 因为他也很可以信任他 他的家就在哪里啊 他就在 他家就在阿布辛贝这个神殿附近 他那个时候到那儿还说 以后你们来一定要跟我讲 我请你们 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 非常好 谢谢 还有您刚刚提到那个纳斯卡地线 不去也好 因为你去了 也不见得那天可以飞机去 对 因为我说嘛 因为第一个我就 他票不便宜啊 好多钱啊 我忘记了 反正那时候我觉得不值得 因为我知道小飞机不安全的 是不是 那我说我很高兴 我在鸟岛这边看到 我是运气很好 我是2019年是参加台湾的旅行团 我会到洛杉矶 可是我是参加台湾的旅行团 他的整个景点都排的不错 所以 我有坐上那个小飞机 而且很感恩的是那天天气非常好 没有风 没有风 真的对 那个真的太运气 因为 对对对 我绝对相信你拥有太多运气了 对 没错 可是我可不可以讲一点我的意见 那个纳斯卡地线 我觉得绝对值得去的 非常值得去 我同意 绝对值得 他的天气不会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为什么可以保存到现在 干燥 那个地方很干 他一年到头下雨的 我们知道不下雨的地方 他的云雾就很少 没有什么雾气 没有什么云气 所以你差不多都是可以看到的 但他是会小飞机 所以你坐那个时候不能吃东西 因为我是吃了早饭 我才上飞机的 结果在上面晕得很厉害 下来就吐得一塌糊涂 所以你上去的时候 最好是空着位 但是非常值得 因为你在小飞机上 你看到地上那些画 那些在地上看不到的 你只有在空中可以看到 是是是 绝对 我也是觉得非常值得 只是我是上网看到说 很多人都有very bad experience 那刚刚说的天气 其实我也是上网看到 但是我那天看的是真的 第一个没有风 就算有吃东西 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但是他们 因为他是小飞机 所以他的不稳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说过嘛 因为我是空军子弟 我知道那小飞机的那个 那如果是还要 我没有跟我先生去 我先生去一定要 因为我先生一定要上去看的 那我先生就更危险了 我先生那时候 我在三峡坐那柳叶州的时候 他往左边站 那个导游也对我们很大叫 往右边站 那要平衡的 一定不知道他们那边 会不会两体重 要不要balance那个 那个坐飞机坐舱 所以我 小飞机 稍微您继续 那个我记得 我那时候上小飞机 他就把我们那一团的人 问量体重 然后分别 对对对对 对一定要 一定要 对 那个好像那个 那个什么夏威夷 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子吧 你坐小飞机都是要这样 好 谢谢谢谢 你都非常宝贵 来还有 还有没有哪一位 有什么指教 刚刚好像看到 丽梅有举手 丽梅你回来了 我马上就回来了 我刷影期间 就被死了 对啊 是是是 来 丽梅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非常谢谢你 介绍这两个地方 我很喜欢 谢谢谢谢 谢谢你喜欢 那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金字塔 你也进去了 他们需不需要 maintain 这个建筑 我觉得他们很注意 非常注意 他们保存 他们有一个什么样 因为就像刚才那一位讲的 因为他是纯英讲的 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很干燥 可是我不是讲 我们在帝王谷 那个禁地宫的时候 他不让我们照相的 因为照相会损伤 那他怎么保存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方法 那我们那个就没有 没有 没有再去问 那我可以去 看他是怎么样 可以问一问 我可以打听一下这个问题 没问题 好 那请问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在讲到那个 叫做bodyguard 对不对 跟 跟 八女先生的 那个时候 有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 是他们全家的照片 是 他在右手边 是有两个女生 一个女的 有门面 全部都蒙 只有 对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脸 年轻的现在都没有了 我想是这样 应该应该是 因为 因为埃及可能不像中东其他国家 埃及他应该在非洲嘛 所以说那是一个信号 可以看出来年龄 是不是这样 我想 我想可能 可能 这个问题我倒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注意 因为我想 那个 这个 蒙面这个问题 当然是在中东是比较严重的 埃及这个国家还好 还好 这个我可以也去问 因为 因为你看我们那个导游 他就抛头露脸 是 全部都没有蒙吗 没有 他包头了 他包头了 他有包头 他有包头 对 但他没有蒙面 你看那个 那家庭是不是 就你那一位坐在那 就留个眼缝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们说他们拍照 你根本看不到谁是谁 双一批单一批也看不到 对对对 是是是 没有没有床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好 好 谢谢 还有哪一位 请问你们是跟那个旅游团去的吗 哦 埃及 埃及我跟朱老师 埃及我跟朱老师 你知道朱启老师吗 听到吗 加州朱老师安排的 所以我们一路上有很多的那个朱老师 我们补充很多知识 因为朱老师有补充知识 所以我也不敢多讲了 因为那个朱老师 有朱老师在 我什么话都不敢多说 他发了我们很多补充资料 所以我现在还能找出一点来跟各位聊一聊 就是感谢朱老师 所以我们吃住什么照顾都非常好 那个饭店看了 一开始也看了 然后住的那个河轮的那个游轮也不错的 就是这个这个我觉得 那如果你再去的话 是可以就是 因为我刚刚讲我那个旅游朋友 那个导游朋友 他自己可以帮你带的 他可以带你 然后他可以给你安排 他们都是旅行社的嘛 他可以给你安排住 他可以接机 他有车子带你 那这个是绝对没问题 他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其实我介绍朋友给他过 有介绍过 因为我们觉得好 我们都会介绍 很可靠 那个对 埃及我是跟着旅游团 秘鲁 我都是两次都自己走 谢谢你的提问 崔毅先生要提问 您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 今天穿得很入迷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也简单做个记录 就是第一个 我对你讲的那个秘鲁里面 天然植物 又用于清洗 铜牙毛的 有点 就是说 它这个各种颜色 染了作为毛线等等的 它会不会褪色 不会不会很有意思 这个这个真的是这个 这个这真的是不很有意思 你我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传你去想 那个铜牙原来是脏的 好脏呢 然后他就用那个像何首乌 何首乌那个字很好玩 那个字你单独打上去 打到Google里面 那个他是说 他是那个 一个跳出来一个日本什么名字 但是你打了那个字以后 你加上秘鲁这个英文 他出来就是这个植物 就叫这个这个名字 这是我的导游奥马跟我说的 那他把他洗得那么白 然后去染色 我不知道这里面为什么原因 他不褪色 他不褪色 而且我不讲别的了 就是我那黑白的 我那黑白的灰的手套 你知道手套呢 第一天到来抓东莫西的 2011年到现在 洁白如新 对就这样 那他颜色 因为我刚才特别照了一张 就是说我在那个外面回廊 看到他们挂毛线 你有没有注意 他们不是很鲜艳的 他的颜色非常的明朗 但他不是那种鲜艳 他没有那个shiny的那种 所以我认为那是他的一个优势 所以他不是那么容易退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 他是先把他漂白以后再上色呢 还是 他是洗净 所以我说我如果等一下方便 我传其他照片给良知 你看他脏脏的一团毛啊 就是一团毛啊 然后用这个像何首吴 我说的那个东西 把他打成泡以后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他就染了 他就丢到那个摄氏里面去染 那他们有一个迎兵 迎兵的这几位当地的妇人 他们还看 我们看他把那个洗干净的 那一团毛线啊 怎么抽成四 他就用手抽哎 还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个脚踏 他就是那个手上拿一个咕噜 那个咕噜这样转转转就是揉成丝 然后弄成丝以后就去染色 他染色就是我刚刚跟你看的 胭脂虫那种 那个那种挑染的方式 但是我没有问要进多久啊 要干嘛 那个我没有问 看来各个民族真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我特喜欢啊 因为第一次包括我说我那个亲戚晚辈 他在那边住那么久 而且他带带我们去之前 他的母亲啊 刚好他带他整个中南美走了一段 他都没有去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特喜欢 是 好 第二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 开罗会二战的开罗会 刚才是这个是哪个金字塔旁边 那个 那个胡福 就是最大的金字塔旗 就是我怎么回事呢 我我刚好坐在车子的右手边 那我们从那个转进去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塞尔讲一下 你们看看啊 那个就是开罗会议所在的那个旅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不管了 我就看到那个 我那个 那个时候我眼见很好 我现在又又演示那个 有青光眼吗 我那个时候 我二十五年就 哎 我这个余光 那左眼的余光 我就看那个大大的金字塔了 我看到胡福金字塔 我那个时候 那个人就已经新知 百分之九十九过去了 我只用百分之一去照张 像我运气还蛮好的 还还可以啊 因为我刚好 很不错 我记得我是手机贴的那个 那个那个玻璃上照 所以还没反光 当然是角度了 所以我就说说给大家听 我当时的心情 我是对于这一段历史 不是很 就是说有有兴趣了 啊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 开罗会议怎么一回事嘛 所以只是当做一个历史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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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点在那边看 大家看过就算 啊 是在那里 耶 如果我记得不远 你甚至于你你脚程好 你可以下来 就到路边 你再照照相向都可以 嗯 那胡福好像是不是 子孙三代的 对 他的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的一位 一位 一位 一位皇帝 胡福很 在在埃及古历史上 他非常棒的 非常棒 对 没错 耶 他那个金赛是最大的 我 我到他金赛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因为那时候 你你可以爬上去 哎呀 我说我太老了 我到那的时候 已经超过65岁了 我看那年轻人 那个欢啊 爬到中间 他有 有一个洞嘛 他们他们到那上面 照相 哎 我就靠那石头 那一个石头都是 有我人这么高啊 我168 现在老了 说了一点 也有165 你看多大巨石 他能够 他能够这样子 建那么大一个 一个 他 应该是说 他现在是最高的金赛 应该是 他好像也有很多年 他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 后来不知道被谁赶过去了 忘记了 这可以查一下 也很有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的话 我再加一个啊 请说 你 你这两个地方都是 有着非常浓厚历史文化 气息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跟团友 一个是自由行 那你比较下来 还是觉得 哪一种方式更合适呢 这两个地方 假如说 我再有一次 或者你跟旁边某一个人 要推荐的时候 你是推荐他自由行呢 还是更难走 谢谢 我因为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我已经认识 当地导游了 我会自己去 而且他们都是怎么讲 他们都是 两个人就可以办的 两个人看 我去埃及的时候 是我嘛 2015年那一次啊 是我还有 施淑青老师 还有我这边德州的一个小曼 那还跟了一个那个 我请了一个女导游 等于我们四位 两个房间去的 因为我觉得 这样的游法呢 比较 比较蛮激动的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什么 我停下来 我可不可以再看一看 我没有看清楚 我在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可贵 我比较蛮喜欢这样的 但是我的自由行 不是那种年轻人 那个背包足 对不起 我做不到啦 我到底老啦 是不是 那我 但是我就说 我自己安排 自己安排 那像我上网看到一个什么 像如果你们今天 你们就说 我要像陈老师一样 我要去看这个染脂肪 我要像陈老师像 我要去看这个梯田 你们可以要求 那团 以我的经验 我们这一次就是 你如果不是16个人以上的团 对不起 你要让他 他不听你的 所以团业的这种系比较低一点 我是这么认为 嗯 非常同意 好 好 谢谢陈老师 把机会留给其他听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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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指教 还有哪 还有哪一位 有什么问题的 对不起 玉玲 接着你们讲到导游 那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说是两个人去找佛 那这种旅程的住宿 他安排吗 还有就是说 绝对绝对 我问一下梁芝 你说那个地方叫什么 我老是不是图尼西亚是什么地方 克罗埃西亚 克罗埃西亚 我先跟大家打个广告克罗埃西亚 因为克罗埃西亚 我也是想明年想要办 我想要去这个地方 很漂亮 叫做什么欧洲的九寨沟 那我就曾经问旅行社 我说如果两个人去克罗埃西亚 你能不能办 他说可以 他说但是一点 你费用会比较高 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辆车 一天是50块美金 对不对 那你四个人的话 你要除以四 你两个人就除以二 所以就是费用的问题 好就这个就就就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人多 就像就像我们这次 丽媒你不是也也报名参加这个 对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Murago吗 那我们这个Murago 不是我们那时候开会的时候 那陈英啊 我们四位一起开room meeting的时候 他们就是咬紧了 你不能给我低于20个人啊 因为他成本是用20个人去上的 是吗 所以这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人多你就便宜 所以上次我们三个人去 我们就跪 因为至少我们这个三个人 要来负责这个导游的钱 我们这个房子 导游我 他跟我同住啊 那那个房钱是我一个人出 就这个样子 好 对我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C话讲英文吗 他今天跟我同心是 他是英中都行 可以的 你你如果那个 那个你老公去 没问题 他跟我老公也是对话对英文的 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好我刚看到有很多朋友 都想要知道这两位导游的 这个这个这个资讯 我我我讲实在的 埃及我不敢说了 这个南美这位导游 我2011年认识 他是从台湾花莲过去的 他已经在那边待了20多年的 2011年那是过了10年 他将近三四 将近三十多年的经验了 他非常好 他后来有一阵子 那个时候2015年时候 他因为那女儿在佛里达念书 他在佛里达那边有开过旅行 现在女儿已经毕业了 到加州去工作了啊 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一位 那个导游 就是说想要找当地导游 找不到的 那我这位导游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叫做 羊羊旅行社是不是 羊羊旅行社是他们的地界 他他他就是帮羊羊旅行社 也在做的 所以很我你至少有两家旅行社 一家是休斯顿 一家是加州的 跟我拿过他们家的资料 就是说我找到他我很幸运 非常好非常好的人 非常好 好 好 还有哪位有什么问题 好就是说如果您要资料 您请把您的email留给 因为好像梁芝你有你有email地址 我留我们的我有这个email 给大家好了 如果你们有需要可以email给我 然后我就把那个这两个国家的导游 都给大家 你们你们想要跟他联络 我也会跟他们说 你们就说Taylor 他们就知道这是谁了 好不好 好 这两只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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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Gmail给大家了 再传一次 好 好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 我我刚才是已经跟各位讲了 那个秘鲁去的时间 就是你一定要 你如果不去看大水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怎么去看那个 伊瓜树大水的 我没有办法 我怎么去的 我在这个网路上 我不方便讲 我是有一个特殊的 那个一条路走过去的 很有意思 如果你要去 你也可以跟我来联络 我从巴拉圭那边过去的 好 现在就说 想要知道这两个导游 我一定会跟大家联络 你们跟文有社的遗址去联络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各位 玉玲请问一下 你那个讲的紫玉米汁 那个我们在美国买不买得到 好奇 我没看到 我没看 它就是一锅水煮下去 它就变紫 你看它染色也是用它来染 对不对 然后放糖 好吃到不得了 因为我觉得它为什么这么迷我的原因 你喝它的时候 你可以闻到一股玉米的特有香味 非常好吃 我特别喜欢 你们去秘鲁也吃好多海鲜 海鲜很新鲜 那个我有张图我没有拿出来 你这就是我去鸟岛 鸟岛回来不是就在那个 Pasico那个城市 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在台湾路边 那种半豆似的 就是在地摊上那种吃的 哇 那个蟹 那个水煮一下吃的就是咸味的 好好吃啊 太好吃了 那个海鲜就是像墨西哥那种 很多那种腌的那种放柠檬那种 那个我只看到这一种 那我吃的是煮熟的 我这种人都不能吃生的 我不能吃生事 你把我放到日本料理店里 放心的 我绝对不偷吃你 因为我不敢吃这些东西 那那个我那个 我那个亲戚是说用柠檬腌的 可是在网上查说 它是用橘子汁 反正就酸酸的 它是酸用 听说是用了酸度 把那个肉质里面 蛋白质把它熟了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 什么化学变化 这人真聪明 我不懂 那生的就就生的嘛 那就像我不是 跟我们淳于 我们19年去法国 我们吃了那个什么他 那个什么他 我先生吃了 生的牛肉 生的牛肉加那个 蛋黄生鸡蛋 我的天老爷啊 他吃的好看 因为我没吓死 可是我们那个莉莉姐 我们我们荆棘 他说他也吃好吃的不得了 所以不懂 所以我我我我为什么 你请说 你在你在那个秘鲁 有没有吃他们有名的天主鼠 我没吃 我没吃 我不忍心 对对对 没有错 我根本我不忍心 我觉得我觉得 你就把它当老鼠 我也不敢吃 而且你看它火生生的 就然后就四平八稳 把拉 拉出来变成那样子 我不敢吃 这个东西我是很具吃的 我没有吃 知道没错 那个很有名 我 我秘鲁 我就是吃了一些当地的食物 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位 玉玲啊 你好 我是清真姐 我刚才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带着我这个iPad出去 陪我先生要去做针灸 做那些 对对对 完了以后又去买一点菜 后来那个佩珍告诉我 我这些动作全部都 因为我的摄像头没有关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看到 没看到 我没有什么都看到 没有啦 刚才我们在看那个什么啦 我没看到 所以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啦 不用担心啦 那就好 不然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后来佩珍赶快打电话给我 说你是不是摄像头没有关 我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只看到你的美照 我只看到你的美照 在那边读书 有没有去一个教堂 亲亲 你看看我们的Baggy上来了 我们Baggy好美啊 她的扮相真美 你看她画一个妆要花那么久 我佩服你 所以我就跟 他们去过那个教堂没有 我就跟玉玲 我就跟你讲一声 很抱歉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事 我重新把我的iPhone iPad把它turn off 然后再turn on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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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我们没有说了 刚刚一直一直 围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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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老现在有个问题想请问你哈 请说 秘如别的东西我印象不深刻 我记得我们去visit一个教堂 一个天主教的教堂 走到他的地窖下边 里面很多尸首 里面很多 不是尸首 都是骨头 骨骨骨骨骨 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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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摆得很整齐的 头骨摆在中间 对对对 旁边都是四肢的骨头 下去有点阴森森的 对 你们不论那个地方 我去了 让人和 对我去了 我去了 你看我秘鲁要介绍太多 我们还去了利马 去了利马 利马那个街上很有意思 他那个肯塔基炸鸡的那个牌子 他都跟外面不一样 他配合他可以做这种黑白色 所以那个有名的教堂 我怎么会不去呢 去了去了 玉玲啊 你的演讲非常非常精彩 谢谢 非常非常那个 我只能说心想往之 哎呀 你说的好 大姐每次都是对我赞美有加 都给我好多信心 我感谢 没有没有 我这个人不大会吹捧人家 我不讲假话的了 我知道 我尽量 我尽量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照片嘛 我就照片拍的不好 所以我也用了一些队友的照片 这个 照片拍的非常好 我要玉玲要两年 要了好久好久 她才终于 可以答应要出来 没有 我讲什么 我这个不学无数文不读书的人 你知道吗 后来我说 没有 我说 写了那么多本书 不读书怎么写的出来 我说我爱旅游 那我就来讲讲旅游啊 那讲什么呢 就像我说 人家说 我不会唱歌 我说我唱歌五音不解 但是我如果要唱一个 唱 唱 古诗词的话 我敢唱 为什么 没人知道 没有人唱过 我唱坏了 你也不知道 那我要讲 我就讲一个 别人 不太讲的地方 那别人不太讲 那我讲的话 那可能你没听到 可能会没听过 你过来听一下 今天 今天我刚才还在跟那个谁讲 我说 哎呦 很感谢 我们好多朋友中午都要去吃饭 干嘛都是要看回路 所以呢 各位都能够在百忙当中 还能够留下来 帮我打气鼓 那个鼓励 我是很感谢 这样讲讲也有信心了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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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那我就是说 我一定去把那些 那个Sara的资料 我把她写的一张 那个那个note 给她在船上写 note传给她 上面有你 有她的地址 有她email 还有她电话 好 然后我会把那个阿玛 秘录 我刚刚说 我去埃及 我觉得一月份时间非常好 不冷不热 我蛮enjoy的 然后那个秘录 我刚刚已经特别讲了这个天气 你们只要不雨季气都很好 也很舒服 好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 就到此结束 那七月份 谢谢玉琳今天为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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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我们七月份的活动 我刚刚有贴在那个chat上 七月十六是那个龚泽玉女士要讲杨将的写作精神 然后七月三十是吴公子要讲花香处处 满花香处处还有心思 谭心思好像什么 对对对 对对 好 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的 谢谢各位 刚才在那个chat里面没有 没有给大家回复 我在这里一定感谢感谢感谢 好 好 谢谢各位前辈 谢谢各位伟友 谢谢拜拜 还有谢谢帮我做海报的 还有谢谢我们的帅哥 好 两者的老公 拜拜拜拜 谢谢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